咚咚嘟 咚咚嘟 卡拉哓 pase 咚咚嘟 咚咚嘟 小野之夜 好 今天我有幾位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他们戏演得很好 上过很多节目 但是你们都不知道 他们曾经都是model model model是不是应该都是身材非常好 我不是说他们身材不好 他们真的身材都还不错 但是当年他们在做model的时候 你一定想不到 现在他是这样 这几位 第一位应该看起来像model 但是他走出来的姿势像不像model 我们来看看是谁 model的身材 博星先生 记说他曾经就因为 你的model姿势很奇怪 这是比较清情态 2000年以后的model走路是不一样 好 唐婉玲小姐 十六岁就当上了model 这看得出来 是有受过训练的 好,来 好帥哦 好帥哦 帥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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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哦 好帥哦 想不到吧 王卉武先生 好帥哦 你是不是当过model的话 太稳重了 在 太稳重了 谢谢 来,师兄 太稳重了 师兄 对 春让了,春让 果然是前退 但是这个年代 我可能没办法当model 果然是前退 太会秀了 当年的model男生 一定要把衣服 对,一定要脱的 这样子这样 对 有 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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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一定要摆在身上 对 看一下某个远方 某个远方 是不是很轻 对 不能说很奇怪 但是当年一定是要这样子 对,而且脚要这样子要要 其实你刚刚走的是很标准的 是 对 郭欣 你是没有好好受训的 我觉得 真的 而且只要是阿蜜老师一CUE音乐 我就会跟着他走 好奇怪 对啊 我还记得 当初那个时候 每次都这样 等一下 你有受过训吗 没有 我有受过 他就唐朝时代的model 不是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唐朝 对,你是唐朝还是 我差不多是2000年的事 但我时间真的很短 大概就是一年左右而已 一年左右 那有受过训吗 有啊,有受过训 而且你那时候太瘦對不對 我那时候很瘦 我那时候这样的身高 我只有66、7公斤而已 就是很多厂商看到你 他其实也不大会招你 因为你太瘦了 你是哪一家的 那时候没有签 没有签 对 等一下 没有人签的 来,请坐 请坐 各位妈 站在各位model的前面 我个人特别想 但是帅大叔 你应该是model当中 不算太高的 我很矮 我在model里面 各位,请介绍一下 10第一件 10第一件 哇,大前辈 真的 这是真的,这是有历史的 真的有历史 当初话说在16年前 16年前 台湾 这三家最大的模特公司 现在第一家 大家已经知道是凯沃 凯沃 第二家叫西恩 西恩 第三家叫做洪心辉 我就在那第三家 然后后来呢 第二跟第三 觉得第一的case 都比第二跟第三还多 所以第二跟第三 就决定加起來 然后跟第一对抗 结果最后他们成功了 成立了10 所以我就顺理成章的 从三 变成这个二跟三的合体 就是10 10的第一件 对 宛若是秀导 秀导 她也是我第一个导演 第一场秀的导演 但是你在model当中 真的不算高的 很矮 我很矮 那你还有公司要签你 你怎么回事啊你 我 對啊,怎么搞的 怎么会这样的 可能 可能因为是我读艺术学院有关系吧 不是那个原因 你站上去很有派头啊 小巨人啊 小巨人 魔坛小巨人 真的啊,那时候有一篇报道 是魔坛小巨人 魔坛小巨人 魔坛 model圈的小巨人 对 但是 其他女生都很高大對不對 很高 我那时候最常配的是 蔡淑珍也是10的吧 然后林佳琪也是 然后陈思玄也是 她们都是10的 陈思玄你不要跟她坐在一起 最高的是林佳琪 林佳琪啊 我觉得她谎爆 她说她只有178 没有,林佳琪穿的那个美人鱼 好像一条鱼 美人鱼 对 郭馨,靠的墙是什么意思 那时候要练贴背 因为要让你的背 因为要让你的背挺嘛 这样才可以直直 你贴给我看看 贴喔 比方说 要怎么练贴背 比方说这个墙壁有没有 对 然后我们站上来有没有 因为一般我们这样站上来的时候 这边会有空隙嘛 对 后腰这边会有空隙 所以你要先有点这样 有点微弯 然后让你整个身体往内缩 缩到你整个可以 完全密合在这个墙壁上面 这样不是很奇怪嗎 对 可是她就是要练你那个平衡度 然后还有那个挺直的感觉 而且其实这样练很累 对 因为她不是正常的站直 我跟妳講 她那个没有那么标准 你来个 对 她做一定怪怪的 其实很简单 不用像郭欣讲的那么难啦 你就是很自然的贴着墙壁 对不对 然后就很自然靠着 你就是怎么样 就是用力吸你的肚子 你把你的肚子 吸到墙壁上就对了 把肚子吸到墙壁上 对 你就这样子 那种感觉 你吸了吗 你吸了看看 就是肚子贴墙壁就好 肚子贴 真的耶 其实背部需要这样子去 都不要去靠 就是很赞 你只要把肚子吸到墙壁上就好了 好 妳身材保持得还真不错耶 没有 现在胖了十几公斤了 所以妳16岁的时候 比现在还少充 瘦很多啊 妳现在不胖 那时候不会太瘦 我现在很胖 小燕姐 其实我们大家都胖了十几公斤 真的 没有 小燕姐 其实模特是很瘦的 我们真的胖 没有办法做模特 可以做模特 模特 你那个年代很早 对 跟我同期那时候有 陈敏 谢旭萍 同学嫌 然后宛若也是跟我同公司的 我们来看看韋玲 16岁时候的照片 16岁 16岁吧 林家女孩 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对不对 这也不太像是不是 26岁吧 我有变吗 有 有 相片很像那个乡下的女孩 所以 而且也是有婴儿肥 而且以前照片光都要打得特别大 其实我觉得我 你这张有点像那个 谁啊 我知道你要说谁 影后 对不对 对 刘晓晴 真的吗 或是陆小芬 你知道因为小燕姐 其实我年纪很小的时候 人家都猜 就是我十几岁 所以人家都猜我二十几了 对 你这样是看起来像二十几岁 对 就是从 所以我就是让人家觉得没有变那么多 因为可能就是老勒蛋的那一种 不是 小的时候就是要打扮得稍微老气的 而且因为我从小就很高 所以高的人就看起来不会太小 对 这个真的有点像陆小芬啊 刘晓庆啊 滚滚红尘 而且那时候才是 这是我 滚滚红尘 而且这一组啊 这不是在拍杂志 这是我第一组的资料照 那时候才16岁 资料照要弄成这样 要弄成这样子啊 不是资料照都自己戴衣服 他就把我打扮成这样吗 都要成熟 我们到底是 都不同年代的模特儿 我们应该是 不同年代的模特儿 但是看起来都是老在等 对 不然有点紧张 这个是拍服 这个是拍服装的 服装目录的了 对 这是旗袍服装 其实也才 都才十八 九岁 对 对啊 我其实 我真的看起来很成熟 你真的看起来很成熟 而且你老公那个时候 看到你说觉得你很大了 对不对 他 就是 看不出来我们有差到八岁 对 对 我一向都看起来很成熟 我其实国校一年级 看起来就已经像六年级了 我放学的时候 全班大概都到我的胸部而已 我就牵着大家回家 因为我个子又很高 所以那个时候 你妈一定很着急 很怕你 很参照就谈恋爱 对不对 没有她都怕没有学校收我 所以我五岁半就念一年级了 因为我太高了 高到他们就是会怕说 就是怕以后又怕我会嫁不掉 然后又会怕说没有学校 就是学校就跟人家相差太多 对 你知道你吃什么小的时候吃什么呢 就是可能有点遗传吧 因为我爸爸也很高 爸爸 爸妈妈都算高 那那个时候 人家到你去帮妈的 你妈愿意吗 就是因为 人家都会讲说是骗人的嘛 可是那个星探从中到底 都没有对我讲 他都一直对我妈讲 所以我妈就觉得 应该不会是骗人的 就后来果然他就帮我们 我第一个秀就是做过 古装秀 就是那个时候是真的 古装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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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是跟两岸 就是那时候是 大陆他们有来展那个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个是我选美的照片 好漂亮 那你去选美 我代表台湾去菲律宾选美的照片 好美喔 好漂亮喔 我是先当模特 后来去选中姐 这个是出国的照片 好美喔 那个时候 你跟你老公认识了吗 不认识 我十九岁才认识她 我十七岁玄美 十九岁就认识老公了 然后二十岁就吸引了 那个时候 一鸣的速度太快 速度会不会太快 真的 我的生涯有够短暂的 因为老公就不希望我在目前 你怎么那么听话 对啊 我真的那时候已经疯了 拍旺旺系列的什么 旺旺先輩啊 伊斯先輩啊 不是 原来你是旺旺 最早的model啊 是的 看到你都是在古妆系 青妆系 实在很难想到 你当过model 看一下 你是先当照 好帅 好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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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她那个照片好像比我还古早 这好像是民国 三十几年拍的 小燕姐 鸣你有model的照片吗 我的model的照片啊 有 我这边有一张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那时候当model时期的照片 你看 我们都把它遮起来 因为 不會啦 因为你很瘦 对不对 对 对 你今天剪的这个头发是 怎样 好看喔 小燕姐 适合去夏威夷 这有设计喔 这有设计嗎 对 你看 这边有一条有没有 可是另外一边有两条 前面有那个V啊 什么意思 就是像美国大兵啊 而且比较清爽一點 会吗 有 你这看起来好像某种动物 还是打牌的时候比较方便 打牌 好有倡议喔 可以这样 来 我们看一下照片 好的 这是我model时候的照片 和润东啊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我来解释一下好了 这个是 这个是比较早期一点的 你那时候很少吗 你那时候比较老 我那时候有点婴儿肥 而且很奇怪 那时候大家都要留长发 对 以前流行啊 都一定要留长发 然后这时候有点婴儿肥 你这张好像和润东 这张吗 这个是谁啊 这是我 都是我 你把他杀了啊 他怎么 怎么会跟你这么不像 这张 这张是你在当model吗 对 这时候也吃得比较好 那时候 对 这张是你吗 是我 跟小叮当一起做秀 这张照片 对 是不是 小脸也都不相信 所以她成长的历程 也消灭了很多以前的她 才变成现在的她 而且这时候是瘦的 这时候是胖的 对 那时候就吃得比较好 你怪怪的 因为我后来就开始有运动了 我就开始很注重运动这个事情 然后就开始变得比较 身材稍微好一点 结实一点这样 现在身材很好 身材这样很好 所以你在model year 干没有多久对不对 没有 很短 哇 你这张照片有型喔 照好看 谢谢 这张有型喔 这又瘦回来 你怎么像个气球一样 因为我们胖瘦本来就是要 自己要很注意 这张是叫服装的对不对 拍杂志 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 其实model分拍杂志啊 走秀啊 走秀很辛苦 其实要去试镜的对不对 还要去试镜 三次喔 对 三次 走秀要三次 还要彩排 第一次就是让厂商挑模特儿一次 然后第二次就是挑中之后 试衣服 然后第三次就是当天很早下去 要rehearsal rehearsal之后 然后再做秀 所以这钱也不容易赚了 对 而且我们那时候钱很少啊 对 而那时候的model不能跟现在的model 我们那时候钱很少啊 其实林志玲算是在model转型的一个 转类的呀 把model整个都戴起来 整个都完全不一样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帅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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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怡琳第一代的model 来 大前辈 是哪一张啊 大前辈 大师兄 看一下 看一下 这是什么 手机广告 很帅耶 而且你把头发剃的 你看也应该把头发剃的 对 好有型喔 我那时候不知道在干什么 我那时候好像已经进演艺圈了 你已经进演艺圈了 我好像那时候 拍补妆戏吗 在拍中式的一个 整女烈女豪放 一个轻妆戏 所以 就是顺着就把头剃掉 可是好有型喔 好帅喔 你看好帅喔 这一件 现在很帅 现在很帅 还是帅啊 那天我们选帅大叔 他就第一名啊 我要谢谢耳金 还有那个贺群 谢谢你们 那首的皮衣也很好看啊 等一下 这个皮衣就厉害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JoJo Armani 这一件好像就要 在那个时候 我看 这时候应该十几年 应该要 应该二十万吧 光这件皮衣就要二十万 这个手机是Nokia 8810 就是那个滑盖 全台湾限量100支 之后的另外一代 有贪食蛇的那一代 贪食蛇的那一代 第一次有贪食蛇 各位 你还有那个手机吗 是不是 没有了 现在贪食蛇都3D了 而且它是第一次 有好几种颜色的手机 Nokia 对… 好帅喔 那个时候 谢谢 真的 你看当年 这个是 这个很不认得 而且model真的是要穿 一些奇奇怪怪的衣服 对不对 那时候就不能 应该model应该说 一定要怪怪的穿衣服 对不对 就是裤子要一长一短 然后如果只有T恤 T恤就要露一半 或是把什么东西撕破 就是不知道 那时候都这样穿 但是我觉得 其实model不容易 其实也是某一种演戏 对不对 出来还是有个角色的 但是她比演戏简单多了 对 真的吗 对 我觉得走得很难 对不对 你们这个步子要练的 要 一定要训练的 而且就是在家也要天天练 还要上课 要不然的话台步 就会走不好 走不稳 对不对 女生比较辛苦 对 男生就不用练 男生就是要酷 对 男生也不能太花俏 你看 还有 岁月催人老 哎呦 好帅 哇 真的好年轻 我其实也不年轻 我那时候出道的晚 我这个时候已经23岁了 很有男人味 其实你就是 是 郭富城流化中和体 对不对 全姐 你想吃什么 我 我没有想吃什么 主持人就是说话说得好听吗 谢谢 对 但是她真的是你看 又有一点阳光 又有一点忧郁 对不对 对 我那时候 就是裤腰穿得高了一点 没办法 那时候 是要高腰 那时候没有低腰 一定要穿得高腰 那个时候是高腰 好好笑 不是 一定要穿这样子对不对 然后下面还有点AB仔 有没有 你那个时候也蛮瘦的 我就是我胃胖了十几公斤 我那时候才66吧 我现在80公斤 OK 但是这个年龄这样子 其实你那个时候是在果陀剧场 果陀剧场 我那时候是一个 所以你还是 混合式的年代 我刚退伍回来 因为我以前不爱读书 我退伍回来已经23岁了 23岁考上艺术学院 考上艺术学院之后 然后就去果陀当 果陀interview 就成为果陀的团员 然后那个时候又认识了 我的模特尔的师傅 所以我就兼做模特尔 就在大学的那个年代 我就做剧场的模特尔 其实那个时候 很少真正以完全模特尔为生 没办法 没办法 那时候尤其是男生会饿死 真的 女生还比较好 慧伍說 真的 真的 賛售 是不是 對 专业Model不好当 柯淑媛走秀 慘陪超新生 我那时候还没赚钱 你就要买好多东西 反正就有一些基本配搭 然后黑皮带 咖啡皮带 咖啡 过去你听听看 然后还买丁字幕 我们那时候还没手机 又只有BB call 我BB call call我 然后要我早上六点半 四个小时之后到院弄百货 然后去就说 我帮你买了一条定时库 1800 我不知道这两千多少钱 那时候大概十个女模特才能够配两个男模特 男模特很少 很少 就是很少 需要的很少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耶 可是就是因为少 所以才应该更多的市场 女模特也已经够少了 我们比她们还少 还少 那个时候其实 百货公司没有都还没有太多 她那个年代 百货公司都没有太多了 没有太多百货公司的年代啊 没错 那你想服装怎么会很多呢 了解了 对不对 其实一开始都是杂志拍了 慢慢慢慢才开始有走秀这回事 对 然后当然也有包含拍广告 拍广告 一些展场 展场 对 对 你那个年代 你要让我们看一下你当年 做model 更期待 很期待看到你 很期待一定很经典 对 因为看到你都是在古装系 青装系 实在很难想到你当过model 这是我第一次当model 开了宣传照 看一下你的宣传照 好帅 好帅喔 我告诉你 你这当中最不帅的就是你 真的吗 你那张照片太好笑 不好意思 对 怎么会这样 然后我觉得维林刚刚的照片啊 也很经典 我觉得她那个照片好像比我还古早 真的 更古早的年代 你看 十六岁几年了 这好像是民国三十几年拍的 三十 三十 那是鬼片吗 三十的男生都要拍照 我是22年前 还要穿西装 对不对 对 还要就是要露肌肉 露肌肉 西装 就是里面不穿衬衫 然后里面就是空的 镂空 外面套西装这样 然后你要 可能要摆一些这些姿势啊 对 看远方 或者是这样子啊 那你有肌肉吗 你有 那时候有练肌肉吗 有啊 有啊 我有带了一些照片就是 有的照片 看一下 起码的时候 起码的时候 起码的时候有肉肌肉吗 像她啊 我知道她最近有在练身体 所以她变壮 我们那时候都会跑到台北健身院 譬如说三个月三千块 或是五千块 哇 身材好好喔 很男人耶 对啊 这时候就是有在练 这是去桂林拍广告 哇 你好像渔门 渔门跳舞的 拍汪汪系列的 什么 汪汪仙辈啊 一丝仙辈啊 原来你是汪汪最早的model啊 是的 哇 汪汪 哇 然后 我吃汪汪仙辈干嘛要骑马啊 对啊 为什么 骑马是因为 现在 其实我这一生 自从我踏进演艺圈 我有很多很多的第一次 包括我第一次当model 签了经纪公司 就是 我去外拍杂志去基隆 工作了一整天 那经纪人告诉我酬劳2500 我就嗯 不错喔 去拍了 回来隔了一个月两个月 经纪人 钱呢 2500 我没办法领到 还没下来 第一次 第一次就没有领到 第一个的第一次 我就没领到这2500块 对 但是后来有去走秀啦 去明耀百货走秀干嘛 明耀百货 明耀百货我也有经历过 我也有经历过 我有经历过 那个时候是很大的一个 最大的 对 6000块喔 很多钱喔 6000块是很多钱 那时候 你看 很美耶 哇 因為我們上一场有邝铭姐嘛 然後这个惠武就说 當年他跟邝铭姐 還一起去烤楚流香 我都觉得烤楚流香 對 因为那时候 鄭少秋千在台湾 在香港都很红 他要来中国电视公司拍 楚流香传奇 所以呢 中士就登了报纸 在全台湾 招聘演员这样 就去烤 那总共大概2500多个人吧 所以 我跟邝铭姐都去了 那总共就是三关 第一关就是初试 第二关副试 第三关总决赛 那第一关我就是自我介绍 然后打了一套拳 然后第二关 第二关还好吧 就第三关总决赛的时候 都淘汰掉了 剩25个男 25个女 然后邝铭姐是其中之一 我是其中之一 那另外24个先生 还在演艺界吗 没有 因为总共录取了两男 两女 对不对 所以有一男一女不见 那就剩下我跟邝铭姐 还在这 还在这 对… 然后那时候邝铭姐 就是有一个很好的 很有趣的事情 跟他对戏要决赛的时候 那时候的那个男生 他太害怕了 就… 走掉了 从中国电视公司人爱路那里 就跑掉了 他就不要了 他确诚了 然后我是第一组 我第一组跟我那个女生搭 演一段那个小小的爱情戏 然后… 好难喔 那个时候 邝铭姐跟他妈妈呢 就… 是他妈妈陪他一块去的 他妈妈就来拜托我说 王先生可不可以麻烦你 再陪我女儿再演一遍 那我也很热心啊 我说好啊 结果又陪他演一遍 他也上了 结果最后就剩我们两个 但你有去演吗 我没去演 为什么 这么好机会 因为他们没找我 找了另外两个 邝铭姐好像也因为要请假吧 他也没去 对 结果我们两个都没有去演楚留 你看 这个世界上会不会太小了 今天在… 化妆间还不再碰到 对 第一代的 你拍过什么 广告啊 我其实那时候 我入行第三年之后 才有广告愿意用我 我大概 就每次就像这样子拿一个牌子 反正模特儿就 拿错了 拿错了 就拿一个牌子嘛 这边要写 我是科学员 身高177 体重多少 我是什么学型 我喜欢什么 等一下 大家好 我是什么 就每次都这样子 大概看四人没有150次 都没有中过 真的吗 这三年都没有中过 然后都一直跑来跑去 就一直去試鏡 就是广告示镜都没有中 都没中过 突然有一天 福特汽车 然后那个香港导演来 然后那时候看两个模特兒 一个是我 一个是凱沃的 结果凱沃那个那天有秀 他没来 结果那香港导演一看到我之后 他说你这样 眼睛看那里 好 你眼睛上下左右转一转 好啦 就你啦 那个没来我也没办法 就没办法 他就觉得我不受就上了 然后那是我拍过 最棒的一支广告 最轻松的 我 而且他们是直接拍完 然后我们就直接箱子打开 就把钱拿出来 哇 然后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啊 在拍的时候 那个香港导演很喜欢吃 台湾的什么豆浆啊什么 他们就一个台子 你只要早上一去 中午 晚上 你全部看他在台子上面 充满了一堆的东西 不管你是谁都可以去拿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完全是外国方式的 完全 完全 然后我其实都很轻松 从我到 到我走 大概每天工作只有四五个小时 好轻松 这个赚完了以后 你很久赚不到这个钱 没有 我还拍了Nokia 那个8810那支广告啊 我还记得那个对白 你什么对白 那个对白就是 好像在先玩手机嘛 手机完之后 看了镜头 无论生活上或者工作上 追求完美的态度都是一样 好帅 我还记得 好久以前 十几年前 你都记得 然后我还拍了一个 美国银行信用卡 然后平面广告 我记得我那时候 从我出去 从我到现场化妆开始 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是九万 这么贵 八个小时 然后OT一个小时 我记得是一万五 什么叫OT 就是Open time一个小时 看了会舞 眼泪快掉下来 所以我大四的时候 不会 所以我大四的时候 就换车啊 所以就突然之间 对不对 对 而且当model 那时候还没赚钱 你就要买好多东西 军靴啦 黑皮鞋啦 白球鞋啦 然后黑西裤啊 黑西装啊 背心 反正就有一些基本配搭 然后黑皮带 咖啡皮带 郭欣 你听听看 真的 你有吗 有 有 有 是 小燕姐 我是 然后还买丁字裤 我还记得我第一场秀 她第一场秀是 买丁字裤 为什么要买丁字裤 应该要买 因为我第一场秀是泳妆秀 所以还是要有点保护措施在 早期的女生走秀她 她是不能穿那个 内衣的嘛 对 她们只有胸贴啊 真的吗 我的第一场秀 就是两个男生 跟十二个女生 泳妆 泳妆秀啊 可是我是被骗去的 因为我那时候后面拔罐你知道 那怎么办咧 那时候拔罐 可是因为 那个模特儿因为出车祸 凌晨两点半出车祸 怎么那么惨 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没手机 只有BB call BB call call我 然后要我早上六点半 四个小时之后到远东百货 楼下集合 也不跟我讲什么秀 然后去就说 我帮你买了一条丁氏裤 1800 蛤 叫你自己收钱啊 对啊 我说一条丁氏裤1800 我说那我这场秀多少钱 2000块 蛤 算了 我穿200啊 那 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说那你不穿也可以 可是 真的 不穿也可以 然后我们 我们换衣服地方大概就这么大 十几年级在里面 因为泳妆 大概男生就是一件嘛 女生顶多就是两件 然后我还不太知道 结果换衣服的时候我说 有没有大点 你说没有 就是这里 就大家一起换 要开始的时候就脱掉 然后我们就只剩丁氏裤 然后女生就是 丁氏裤加胸贴 然后这么近喔 你看我要穿的时候 她刚好在这里 哇塞 对 了解 了解 真的 后来你就说 不要发我都可以 那时候我才23岁 血气方刚 血气方刚 然后第一次有看到 十几个女孩在我面前 一起同步 刺激吧 真的 我第一次在 我回家起來我都 臉紅心跳 你看我都认了 真的 那时候其实真的 也觉得 就算买两条丁氏裤 我也认了 我也认了 請問林Model回忆破莲姿 让睡蜡叔科室员超新味 我们那时候也还蛮常接一个Case 就是以前的那叫LD 而且都没有剧情喔 导演都会说 自己发挥吗 真的 你就这样一直看那 或看那或看东西 然后自己转圈圈 就这样耶 然后两个人这样抱得这样子 没有 通常都一个人耶 师姐 那你找 我还没改造 师姐 因为你要叫我师叔 我是早期拍你割我割 其实做秀 到后来 其实完全没有什么感觉了 对不对 就是大家 所以你知道小燕姐 所以后来我对秀的话 我就很少接了 因为你想想看我那时候那么小 才17 8岁 我记得有一次 但当然有一些秀是 中规中矩OL那些都OK 或者是那个婚纱秀都没有忘记 我有一次就接到一个设计师 我就很高兴喔 去咯 都试镜 都试完 试镜的时候也没有试那些衣服 等到真的要出场的时候 就是正式来的那一天 我才知道我要穿一个很前卫的衣服 它是有点像灯笼一样 然后她就说 我猜一个17岁的女生怎么可能 我就 后来妈妈就知道说 可是我觉得很多模特儿 都是这样穿 所以她们完全不觉得 本来就是啊 其实是我不够专业 所以妈妈也觉得说 不行 就一直跟她 可是设计师觉得 如果你穿 你这等于说是 破坏了她 你破坏了我的艺术 后来我就当场走人 什么东西 所以还有就是像刚刚小燕讲 像那种事情 都是在后台 都要跟 就是你就要那样 那个其实也要心理建设 要心理建设 对不对 可是可是我第一次 男生要心理建设 女生更要心理建设 当然 因为有的时候你很心 你们那个年代也有这样子吗 有吗 都要这样子 不像她 她还有时间看别的女生 没穿衣服 她很害羞 我们一走完秀一进去后面 那后面人就盯着你 赶快换衣服 然后出来马上就 我没有时间去看别的女生 看得到 我们跟你讲 泳妆秀那是我们太轻松了 我只有一件 她们有两件你知道吗 所以我一定比她们快 真的 就差那一件差很多 时间都算好了 对不对 其实你说那种正常一般 我们绝对是 那个背板一进去之后 就开始一直拖 沿路一直拖 拖到那边刚好 裤子也拖下来 然后就有追舌帮你换裤子 我们有追舌帮你换裤子 追舌也是女的 她就要帮你换裤子 就是她 那碗弄好 我脚插进去之后 然后她弄起来 然后还要帮我扣 这个要有点定力 有啊 也不会 那时候真的很忙 很忙是不是 那很敢 要换很多衣服 其实走秀还有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鞋子 鞋子 我常常看的模特兒 穿那个不合脚的鞋子 就走出来 对啊 没办法 还有那种穿那种很高的 她也有模特兒 这个现场跌倒 那这到考验你现场 我是没有 有人跌倒过 那到考验现场机制 对啊 看你的妈的前面走得好酷 可是你如果不塞进去 你就接不到那场秀啊 所以你就是为你塞 通常鞋子秀很少 通常鞋子都是自己搭的 然后 但是现在好像衣服跟鞋子 没有 也会 她们会搭 要搭 但是你穿得进货太大 你知道吗 那没办法 你就只好自己塞一些豹纸 或什么在里面 就是要把它穿进去 太大还好 太小那还要穿进去那才厉害 对 所以很多时候她们都是踩跟 踩跟 或是裤子太小 对不对 穿起来就变七分裤 她就把它拉下面一点 然后这个露出来 其实她只 那个内裤都快露出来了 但是她出去的时候还是这样 很多秘密在里面 对 就你就不知道 女生如果穿裤子或是裙子 她有时候包括内裤她也是不能穿的 因为你是不能给观众还有那个 看到你这边有那个裤痕 你知道吗 对 以前比较严肃的 你那时候比较严格 很了 你做了几年 三年 好些年吧 那时候我也是 像自己拍了宣传照以后 我就寄到台北各个广告公司去 所以像刚刚 旺旺系列的东西 还有台湾的第一支 就是全系列商品的电影广告 申保全系列的商品 在电影院播的 也是我接的 对 哇 你都接电器比较多 没有啊 还有什么中心冷气啊什么 也是电器啊 那个什么 己商巧服啊 CM啊 还有那个什么 你的case还蛮多的咧 对 以前还蛮多的 但是科学人赚了不少 其实我就集中那一年了 这些比如说信用卡啊 还有手机还有 汽车广告拍完之后 其实你就 就没了 没有 因为同知性商品 不可能找你啊 像那时候有Honda 还有还有那个三菱找我 我也不能接啦 就变成 所以后来就变成那个谁 谁的老公接走了 谁 曲爱玲她老公接走了 哦 曲爱玲她老公 对 其实喔 接了一个就不能接同知性的 就没了啊 所以这一年 你就不可能再接其他的 因为通常会签一年的代言啊 都还是会签啊 那我们那也不算代言耶 他只是说你不能再去拍 再去拍同知性 你刚开完这个车又开那个车 那怎么行 然後可是 這個其實真的 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你会觉得拍Nokki啊 那個8810 那個華盖 那個好棒的手机對不對 對 結果我就把这个履历 寫在我有一次2000年的時候 去大陆的履历裡面 糟糕 糟糕 好尷尬 我已经幾乎已經要签约了 那個戲要演男主角 可能我那时候去演那個 我可能就不會在這裡了 你知道嗎 我可能就在大陆發展 結果後來他們投資方一看 他拍過Nokia的廣告 你真的幹嘛那麼小心耶 就沒了 就沒了 不是 真的 對 寫了有的時候 對不對 你會覺得這個履历很棒 對啊 但是就沒了 可是也不怕 你現在也很厲害啊 對不對 現在很厲害 現在是台灣帥大叔 是台灣帥大叔啊 帥大叔第一名啊 我要謝謝小燕之夜 就是那天 人比人氣死人啊 對不對 有 我已經盡力了 你們沒來 我還提了你們名字有兩次 人比人氣死人啊 對不對 有 我已經盡力了 你們沒來 我還提了你們名字有兩次 平安養過心 那時候你自己當模特兒 你最喜歡的模特兒是誰 我那時候最喜歡啊 陳恩風 你講的名字我都不... 他就是當時那一屆 你有帶小燕來嗎 我沒有帶 可是那個 他是當時那一屆的 就是男生的第一名 很厲害 你講男生幹嘛 因為不喜歡女生啊 要講女生 要講女生 弄下來 沒關係 OK OK 我不敢 我不敢 我不敢接受都OK了 快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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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都可以通過 對不對 你不要紅 你不要紅 你不要紅也不要紅 不是 我知道這種事情很難其實 沒關係 沒關係... 趕快再說 你那個時候最紅的是誰 我那時候一樣是那個林佳琪他們 我那個時期 一樣他們還是在很高的那個地位 蔡淑貞啊 林佳琪的 對 那韋玲那個時候呢 你最喜歡 小雷吧 其實淑貞啊 對啊 對齁 也是差不多的 我覺得最厲害啊 你那個時候是 一樣 其實那個時候 蔡淑貞 陳志玄 林佳琪都不錯 那我們現在聽一下 王惠武那個時候 沒有 那時候是誰 你最喜歡誰 我其實跟郭欣一樣 我也是蠻欣賞一個男生的 就是那個謝旭萍啊 因為他給人的感覺就是 他很有內涵 然後看起來就很有氣質 你跟你已經也做過秀嗎 跟他一起拍過 人愛路那邊有個插滑飯店的 DM這樣子 就是都是西裝的 哇賽 然後講到那裡 我又 這有孟廣美吧 孟廣美比你晚嗎 差不多時期 差不多吧 也是有 有兩次去拍了 然後 你什麼老婆的酬勞沒拿到 然後第一次演戲是 中國電視公司上面管理組 我不是去演楚流香喔 上面管理組介紹我去演 那時候中午的 單元的連續劇這樣 拿到錢嗎 拍完兩個禮拜後呢 上面的人就問我說 會有…你錢拿到了沒 然後我想我要在這個圈子生存 我就不能說我拿 我沒拿到 為什麼 所以我就說我拿到了 你八字也沒去算過 為什麼你都拿不到錢 對不對 你們都拿到錢 其實我們也曾經 沒拿到錢過 你看嗎 只要在這邊待的時間越長 就越有可能拿不到錢 等機會啦 對 你還有很長的時間 你只有被拿到的時候 很短很短 就這樣而已 對 你待的時間短 所以就拿到對不對 你還OK嗎 媽媽有管對不對 對…還好 而且我那時候是還 而且我們那時候 也還滿常接一個case 就是以前的那叫LD LD 我知道 你哥 我哥 然後出國去拍 然後再配上那個 對 彩虹靈嘛 不是 就是那種 就是到國外 對…你就是一直這樣看天 然後兩個人這樣抱著這樣子 那通常都一個人 師姐 那你找… 我還沒改造 師姐 卡拉OK都會看到嘛 對不對 那你要叫我師叔 我是早期拍你哥 我哥的 師姐 大哥 你哥 我哥 對… 原來在這兒我這麼年輕 我只比過心大一點 前輩 真的 前輩 現在很少人就會回去談論到 你哥 我哥了 你哥 我哥 對 你哥 我哥 然後每次都是牽一個女生 在那邊公園散步 然後就放那個歌 劇情都一樣 對 然後走過一個橋 是不是 對不對 而且都沒有劇情喔 導演都會說 自己發揮嗎 真的 你就這樣一直看那 或看那 或看東看西 然後自己轉圈圈 就這樣耶 他就會說很棒 就這樣 然後穿比基尼要圍殺 對 一定要有殺 然後殺要飄 要飄 對 男生也要帥氣 對不對 男生比較少耶 沒有… 男生啊 拿杯酒啊 看起來很… 男生通常 那時候我們都是看女生 是不是 拿杯酒這樣子 看起來很苦戀的那個感覺 我還記得那時候拍一天2500塊 拿到錢了嗎 那個都有拿到 對 你跟我歌還不錯喔 因為他們公司後來 好像有打算要找我去唱 就是 出唱片 出唱片喔 不是出唱片 就是有時候有半唱的 唱半唱 對 對 要找我去錄 對 會舞 你的人生經驗真不少 對 真的不少 我還拍過劉家昌導演的電影 就是那個梅珍啊 然後他也帶我去 美國聖地亞哥參加過影展 真的嗎 對 好豐富 好豐富喔 對不對 跟麗金也拍過對不對 也拍過旺旺先輩 就是 人生經驗多棒啊 是不是 沒有 起碼 處留香他也去面試過 對 起碼很豐富 雖然有些錢沒有拿到 起碼是因為 我覺得 在我進這行的時候 我比較有 督促自己的那種心啊 就是去學多一點東西 充實自己 然後將來 好比說 他現在你拍戲 或是model的時候 你要游泳 你不會游 你臨時抱佛腳 那很難讓觀眾相信 所以要多充實自己 包括 我也去學了彈鋼琴啊 所以有一次 在中式劇場裡面啊 我就是演一個鋼琴家 可是那一次沒有被提名 很可惜 不會啦 已經很厲害了 對 好棒 他真的還去練鋼琴耶 所以這是 來...我們跟會舞老師這樣子 謝謝 謝謝 其實啊 其實人生的model啊 經驗 只能在年輕的時候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年輕的時候 沒有做過這個行業 郭欣今天你也不坐在這裡 真的 好險有這個經理 而且其實我算 那應該就是余秉煉做的 現在還是啊 現在還是對不對 人家是真的model 我們就是講曾經嘛 所以她是曾經 對不對 那曾經你也是 我也是曾經 很帥氣的對不對 曾經16歲 經驗豐富 太讚了今天 厲害 我們其實 聽到剛剛她講就是 學一行 學一行 對不對 做一行 學一行 學無止盡 所以現在如果來做 媽咪model妳應該也很高興 那一定可以 我覺得會非常的能夠升任 升任 老公也不會說話 妳的平常的角色就是媽媽啦 對 來 今天非常謝謝四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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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